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AngryBot实力分析及游戏发布流程 我是切烂老师 好我们来看一下本期的思维导图 那么本期的话呢 是我们AngryBot案例分析的最后一节课 那么主要给大家讲解我们游戏的后期处理和分析 好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讲一下我们的静态P处理 这个的话呢 在大家的游戏或者自己的案例当中呢 用的应该是比较多的 就是包括我们发布到真实的案例当中呢 也会用到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的游戏对象呢 大家可以知道 在我们的游戏对象可以分为静态对象和动态对象 就是动态对象 Dynamic与Static对象 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案例当中来 这就是我们还是我们上次打开的那个官方的AngryBot案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它其实就已经分好了 就是比如这个地方有四个Environment 比如这个地方有Environment Dynamic Environment Cemi-static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Sound和Environment Static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纯粹的静态物体 我们可以显示隐藏一下 东西可能有点多 它直接就有点卡掉了 我们稍等一下 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这边 可以看一下 很多物体其实都是静态物体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静态物体隐藏了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动态的物体了 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然后剩下的东西呢 要么就是动态物体 要么就是声音文件等等 要么就是其他带有动画的一些东西了 这个呢 其实量还是非常大的 就是我们的静态的东西呢 像我勾选的时候 量还是挺多的 然后加载进来 我们稍等一下 加载 其实我们可以就是观察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加载进来过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把它勾选上 这边会稍微卡刚才没有勾到 好 然后它会稍微卡一下 因为量还是挺多的 然后好 现在我们就勾选进来了 然后大家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我们的game game视图的话 这个地方有个status 就是讲 就是我们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参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draw course 那draw course呢 其实这个地方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表示相当于当前 就是我们相机渲染了 有多少个物体 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你当你这个渲染的物体越多的话 那么可能对计算机消耗的性能的话 它都会过一次显卡嘛 消耗的性能的话也就越高 那么如果draw course越低的话呢 那么消耗计算机的性能呢 也就越低 那么你的游戏肯定就会更流畅 帧率就是fps的话 帧率也就会更高 fps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哪个 这个地方最上面graphic 现在是比如现在是125.8fps嘛 fps肯定就会越高 那么越高的话呢 游戏也就更顺畅 那么玩家的体验也就会更好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我们勾 这边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就勾选了一个静态P处理 不是处理啊 处理 静态P处理的时候周扣的情况 同时也可以观察 也就是我们取消掉静态P处理过后 我们周扣的一个使用情况 那么通过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运行一下游戏 好 看一下我们的周扣 启动的时候会慢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现在的话 我们运行的周扣的时候 大概这个 我们的周扣就是200左右 就最高的话到210吗 好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话其实是勾选上了 就是这个 Static 然后我们把这个Static取消掉 然后他这边问你 是否把他的子物体也取消掉 我们这一并的都给他取消掉 Yes Change Children 把他子物体一并给他取消掉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这个游戏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周扣的话 至少有290 对吧 就接近300个周扣 那么整整高出了100个周扣 基本上就高出了2分之1的那个周扣 这个的话是非常 对计算机的消耗性能的话 是非常恐怖的 其实我们勾选上Static过后呢 就Unity他会自动的把我们相关的一些物体 就晶态物体呢 他能够合并的 他就把它合并到一个物体里面进行一个渲染 所以的话呢 能够有大大的降低周扣的一个数量 然后大家在制作的时候呢 当然也可以像他这样分配 就是把一些不动的或者静态的物体 都放到一个副物体下面 然后我们的副物体给他勾选上Static 然后呢 子物体可以选上过后呢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极大的降低周扣的一个数量 从而提升你的游戏的渲染效率 好 那么我们减少了周扣 减少了计算机的计算数量 那么节省出了计算机的资源的话呢 就能够减少游戏卡顿的现象 提升游戏运行帧率和流畅度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静态批处理 就是一个最常用的一个优化的一个手法 好了 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Angry Bot的一个相机屏幕的一个后期的特效的一个处理 首先我们选中Main Camera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 它用到了几个就是屏幕的一个特效 因为屏幕特效肯定就是基于Camera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相机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主相机嘛 它用到了很多种不同的效果 包括处理地表反射的Reflection FX 屏幕上的Bloom特效 谨慎特效 噪声特效等等 好 那么首先的话呢 来看一下就是Reflection FX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效果 就是我们运行起来过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注意就是我们在这个下雨的时候的地面 就是在这个这一块 就现在我人 我先把这个怪打掉 不然我会死掉 就是我人站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地方可能不是很明显 我们这样来看 我们找到 我们找到我们的主角 然后从这个就是这个视图来看 就会比较明显了 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看到没有 就我们主角站的地面上的话 其实有一些一些像水一样的 就是有积水的这种感觉的这种特效 就是我们的 这个地方实现的 就是我们的屏幕 屏幕特效 就是我们的Main Camera 这地方 就是我们的Main Camera 叫做Reflection FX 这个脚本实现的 这个效果就地面 看如果我们把它取消掉的话 大家发现没有 就没有这个就是反 因为在在运行的话 它就不会实时渲染嘛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取消掉的同时的话 地面上就没有这个 就是水的一个反光的一个效果了 就没有看 大家这看到没有 就是有一个水面 反光的就亮度的这个 就这一块 一个亮度的东西 就是一个高光啊 反光这种效果 但如果我取消掉的话 就很死板了 就是一个有点汤水的这种效果了 所以有了这个Reflection FX过后呢 我们顺便可以看一下 下面它反射的一些物体 它反射了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 比如说就是这个门 它肯定就选中了几个反射 当然你不可能全场景反射 全场景反射的话呢 这个消耗的性能太吓人了 计算机有可能都跑不动 但它一般就会渲染 就是你一般就是相关 就是这个水面附近的一些东西 它作为它的一个反射的一个对象 我们稍微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反射的内容 即可 不用整个场景都放进去 作为一个渲染的对象 当然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渲染的材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把整个这个材质球 作为一个渲染的材质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还有一个Reflection 对 它就把这个些作为一个渲染的材质嘛 就是这种网格的东西 来作为一个渲染的材质 从而达到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地面渲染出来的有点反光 有点反亮的这种效果 大家看 你看到没有 因为它的渲染的材质球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一块的一个材质球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我们的这个黑色的这个铁 铁的上面 它就没有出现这个效果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讲解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ReflectionFX 大家可以具体的去看一下 这个参数里面 它是怎样来实现的 当然这还有一个ClearColor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来改这个Color 看一下有什么反应 实验一下 我们运行起来还剩 我们可以看一下能不能动态的修改 我们感觉红色 对 就是我们整个会反射的地面 它的一个颜色的一个更改 就是ClearColor ClearColor 这个意思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就是比如假设我们是在室外的话 地面可能有一点阳光照射的效果 可能会有点泛黄 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点 泛黄的效果 它就能够有一定的混合 可以看一下 这种的话 就是就有点泛黄的效果 这个的话就根据你实际的情况进行一个调试就好了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地面反射特效 那么这个反射特效 实际了高效的 高效的地面反射特效 那么这个反射特效呢 增加了场景的湿润感 大家可以看到 就刚才我们的地面的那种湿润感 进而就更好的 你烘托出了就是我们的与场景的一个氛围 那么我们刚才也对比了一下嘛 就是肯定是加上了这个过后 但这个而且这个地面反射特效的话呢 消耗的资源也比较少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Bloom特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Bloom特效 就是Mobile Bloom 这个是支持移动的一个Bloom特效 它就是用到了 就是移动端都能够支持的一个Bloom特效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关闭Bloom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场景明显的就是感觉 这个就比较明显了 就是我们开启Bloom和关闭Bloom的话 完全就是感觉是两个场景 我们开启了Bloom过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场景要真实很多 看到没有 它就有一点就是带物效 同时呢能够让场景更加的柔和 就有一些柔光的一个效果 在里面就Bloom 这时候就是我们的Bloom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还有Color Mix 它Mix了黄色 我们还可以Mix其他颜色 比如Mix红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下 能不能改一下颜色 我们比如改成红色 然后我们再运行 有可能这个是在里面给混合起来了 就是代码里面控制到了黄色 所以这个地方好像不能动态修改 应该是不能动态修改 看一下改一下透明度能不能行 也改不了 那就说明是在代码里面 实际就是给它控制好了的 当然有了这个Bloom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运行的时候也能够看一下 就是在该亮的地方 它会更加的亮 该暗的地方呢 它会稍微更暗一点 同时呢 让整个光都更加的柔和 没有那么干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加上了这个Bloom过后 整个场景有光的地方 就会更加的柔和 有光的地方有曝光啊 或者有柔光的那种效果 这种的话 你就和我们人眼真实看到的的话 就很差不多 就差不多了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同学们也可以尝试改一下 这些参数 刚才我试了一下哈 我们改一下这些参数看一下 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不再运行状态改一下 看有没有反应哈 我这就曝光过度了 当然稍微有一点曝光 这个是很正常的 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也会看到 有一些比较强烈的反光的地方 看一下这些参数 能不能改 这些应该都是有 有参数把它设置到了的 改成0.2 同学们也可以在实验的改一下 好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谨慎特效 我们可以看一下 谨慎特效是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我整个相机边缘的地方 主要是就这一块 就是我鼠标的这一块 和左下角的这一块 景深特效 就像我们照单反照的时候 能够就凸显出我们的主角 然后把其他的地方呢 给模糊处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运运 运行游戏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横杆 大家看到没有 很模糊吗 就是这个横杆的话 就是很模糊 现在就像我们照 就单反相机的嘛 你可以调整你的景深 就是你照近处的时候 很清楚 远处的地方模糊 也可以让就稍微远处的地方 很近处 近处的地方很模糊 那么可以改一下 就是我们表表这个改一下 看一下 它这个这种渲染的话 就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清楚 这种的话 其实怎么说呢 各有各的好处吧 这就看你怎么使用了 我个人觉得的话 加上景深效果的话呢 能够更加的凸显我们的主角 而且也有也能够 让我们感觉整个场景的话 比较的真实嘛 就是我们也能凸显出主角 在那一块区域 可以看一下 比如像现在的近景的这个 这个架子的这个地方 就有景深特效就比较明显 我们可以把它关掉 可以看一下 这个能够看清楚 整个这个架子 当然一般的话 有了景深特效的话 我们就明显的知道 我们这个相机 其实就是跟随的 这个主角 然后其他的地方的话呢 只是 只是一个场景的一个配角嘛 好 这个就是景深特效的相关的一些参数 也可以进行一个调整 不知道这个Color noise 大家能不能够发现 Color noise的话呢 就能够让我们的场景感觉 比如说刚才这个地方就比较明显了 我把这个static的删掉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我们的屏幕上面 屏幕上面 整个屏幕上面有一些噪点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真实的环境没有那么清晰的 我们可以肯定看到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些粗噪的 然后我们可以比如说 把这个噪点给关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比较明显了 就是我们开启了这个噪点 看到没有 就是相当于是增加了一个噪点的这种效果 就增加噪点过后呢 就感觉场景的话呢 逼真度会更高一些 因为我们看到的现实生活中 任何场景都不会是干干净净的 清清爽爽的 很干净的这种 当然也要根据你自己的游戏 如果是写实类的游戏的话 一般都会加上这种 就是噪点的这种情况 这就是我们的色彩 噪声特效就是我们的噪点 那么我们就要看我们的游戏 比如说可能是Q版的游戏的话呢 可能就不需要这个噪点 但是如果是写实类的游戏呢 加上噪点过后呢 我们会感觉 所以所有的东西的话 因为是屏幕特效嘛 所有东西的话呢 会更加的逼真一些 因为没有那么干净的 一般的东西 你做的太干净的话 就感觉很假 没有重量感 加上这个的话呢 它就会更加的真实一些 因为加上物体过后 可能这个噪点 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个这样 比如我们加上噪点过后 看到没有 比如这样噪点 整个这个金属的 就都要感觉稍微旧一些 那么肯定都要真实一些 如果啊 你不去掉噪点的话 你感觉它很平滑 很光滑的那种样子 有可能就不太真实了 而且啊 这种东西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和现实生活中的 不太一样了 好了 那么这几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屏幕的一个特效了 然后的话呢 大家可以具体的去调整一下参数 以及看一下它的具体的代码 也可以用到你自己的啊 实际的项目当中去 因为这些都是支持移动平台的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更重要的一个 就是Profeeler游戏分析器了 然后就是我们游戏创建完成 就特别是要在发布的时候呢 啊 我们可以单击我们的 Play游戏 然后打开我们的Profeeler图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地方 Profeeler 就是在Windows Profeeler 我们打开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游戏分析器了 然后我们运行游戏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然这地方分的就很多了 就是我们的CPU usage GPU就是我们的啊 CPU显卡 当然这还有渲染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内存 还有就是我们的声音 还有就是我们的物理等等 那么我们有了这些的话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在Profeeler中 我们可以对当前游戏的 每一帧性能进行分析 所以我们可以查看每一帧 比如说我们的CPU方面的情况 性能的情况 我们根据Profeeler指示的结构 可以知道在哪一帧上 哪个函数消耗的时间最多 主要在消耗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哈 我们运行起来 我们再比如点一下CPU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 我们点一下哪个函数 啊 消耗的性能最多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的Camera Render 就是我们的相机渲染 消耗CPU的性能最多啊 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啊 就是三十四点几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反射 LateUp的一个反射 消耗的性能也比较高 就所以加上反射的游戏呢 虽然更加真实 但是消耗的性能会多一些 所以很多游戏的话呢 特别是手游 一般都做的是假反射 没有做实时反射 而且反射的物体也比较少 所以刚才就说了嘛 更不可能全场景反射 也是因为这个道理 还有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overhead呀 还有物理的计算啊 也是消耗性能比较高的 一些的一些内容 好这样的话呢 就能分析出来 比如我们游戏卡顿的时候 特别是某一帧卡顿的时候 看一下哪个函数 消耗的性能比较多 我们可以对应的去 查找一下那个函数 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啊 GPU 我们可以看一下GPU 消耗的性能 就是Camera Render 消耗的性能比较高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 刚才也讲的那个反射 还有就是我们的 贴图的一个设置 再用了一些GPU的东西 那Camera Render 这个不用说了 因为它这个是必然的嘛 当然我们刚才也讲了 一个优化的方法 就是将我们的 Static勾选上 然后可以降低 就是我们的Draw Cost 降低Draw Cost呢 也可以能减少 这个就是我们的 Camera Render的一个 性能的一个消耗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就是啊 当然就是我们这个 除了CPU的性能 我们刚才还关心显卡嘛 然后我们不然出现卡顿的情况 就是我们可以分析 通过这些数值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当前主要的GPU 计算消耗来帮我们 对渲染过程 进行更好的一个调整和优化 然后呢 在内存方面呢 运替引擎提供了 两种查看内存的模式 一种是Simple模式 在该种模式下呢 开发者可以看到 Perfellers记录的 任何一帧内存 大致的占用情况 比如主体的内存 占用情况 mono内存占用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内存 一般我反正就在这个地方看 就直接在这个Simple模式 我们也可以看Detail模式 就是我们的一个详细模式 但是这个地方还可以停到某一帧去 停下来就是我们 相对于这个地方 就是相对于暂停游戏 然后就是具体观察我们 在每一帧的一个内存的一个消耗情况 当然我们这边还是选Simple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内存 消耗的情况 比如这边是贴图 消耗了多少内存 Meshes 材质球 还有什么动画切片 声音切片等等 这些消耗了多少内存 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 马上暂停点一下 它也能够暂停下来 就能够进行相应的一个观察 好 那么我们从就刚才的图中呢 可以看出就内存的Perfellers图呢 不仅提供了当前游戏 中所有使用的每一个资源 那边就比我们刚才看到的什么贴图啦等等 还详细表明了其所占用的内存大小 该资源目前的引用次数 以及被引用的对象 那么通过这些数值呢 我们就可以直观的查看 每一种资源的内存占用 竟然就查看是否比如有内存泄漏啊 或者内存管理不善的一个漏洞 然后对它进行优化 提升我们游戏性能的效率 特别是在我们 比如我之前做游戏的时候 我们有个地方一直就是感觉很卡嘛 去观察就发现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 有一些多余的一些材质没有删掉 导致还有一些特效没有删掉 其实根本就看不到的 但是呢 它其实是被挡住了 但是同样是被渲染了的 所以呢 我们把它删除掉过后呢 就在那个地方 明显的就提升了我们的帧率 那破filler分析器呢 还可以分析游戏中的一个音频使用情况 有测试结果可以知道 就在每一个真位置 音频的播放源是哪一个 由指播放的音频 音频的音量是多少 在CPU消耗的时间是多少 以及内存使用的情况是多少 还有就是音频片段总数 和音频片源的总数是多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order 看一下就是我们playing source 就是我们用放了多少个音源 然后就是order voice有多少个 然后占用的内存是多少 还有就是CPU的用了多少 就1.9%等等 这些也可以查看 就是我们毕竟一个游戏里面的声音音效 环境音效等等特别的多嘛 然后在这地方也可以看一下 是否是由于音效 或者背景音乐导致的 就是我们的占用比较高 然后也可以通过 音效的调整来进行一个处理 PhotX的话呢 主要就是一个物理 这个的话呢 一般我们关心的稍微的较少一些 因为这个的话 一般不会影响我们游戏的性能 好了 这个其实也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就是我们perfiller 就是我们的perfiller的一个使用 大家的话 可能还需要更详细的 就是特别是在遇到游戏性能上的问题的时候呢 多多借助这个perfiller工具 然后能够就是查找到我们相关的一个就是 比如说像这地方 然后帧率比较高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帧率比较高 就是为什么消耗的性能比较多一些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有助于大家 就是提升最后游戏的一个优化 让基本上就在我们 特别是我们移动端嘛 因为手机千奇百怪 特别是安卓 千奇百怪 各种价位的手机都有 性能也都有 所以要把这在尽可能多的 就是手机上能够流畅的运行的话呢 这样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现在还有就是我们 有些公司出了一些云测 大家还可以在把我们的游戏 丢到上面去跑一跑 他会给我们出来一个结果 比如说哪些手机 安装失败 哪些游戏运行失败 哪些游戏 比如说崩溃了 然后以及崩溃报的错误等等 他都会有一个 比较详细的一个全面的数据 大家可以通过云测 来进行就是对我们游戏的一个分析 那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嘛 但是云测呢 也是会收费的嘛 这个也是一个弊端 当然如果是公司的话呢 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 好了 那么整个我们 angry bot的一个案例分析呢 就是一个潜息的话呢 基本上就这样 大家从中的话呢 其实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希望大家下来呢 如果就是在才学习的同学呢 可以好好的研习一下 这个angry bot的案例 希望大家从中能够提取到 对自己有用的一些东西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是这样 北清真言就是 别人的嘲笑和不屑 正是我们为梦想而奋斗的最大动力 好 谢谢大家